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圣依纳绝的灵修智语 2月4日 把应该用来控制感情的努力 用于祈祷是个错误 400多年前的用词 控制情绪 已经不合于现代人的生活 现代心理学指出 情绪就像河水 你不让它按照自然的流量去流 叫控制 当然你可以说是控制水位 但这会造成你的提防越足越高 终有一天它会溃提 相对的也可以说 你好好治理它 该泄洪的时候泄洪 因此水流正常 所以控制情绪容易造成误导 情绪你怎么能够控制 有时候 有时候情绪也会反控制 例如妈妈告诉孩子 不许哭 这个时候它反而哭得更厉害 所以这句话更好了解为 该用于照料 照顾 对待情绪 就像寻服野马的功夫一样 不是去打它 把它打得瘦瘦的 让那匹马没有反抗力 它不会造反 但它也不能替你做什么 寻服的意思是 要按着它的毛来摸 所以寻服也是一种功夫 也是艺术 因此你寻服情绪 需要好好下功夫 该寻服情绪时 你却跑去祈祷 这就是神修化 好比人对饮食没有节制 把身体搞坏了 你不在这方面下功夫 然后说因为身体不好 我去祈祷 或者是求天主 保佑我身体健康 这时 你不能靠祈祷 来解决要面对的问题 生病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祈祷 但还是要面对事实 去看医生 圣伊纳绝自己 有这方面的经验 当她在学拉丁文的时候 非常辛苦 可是去做祈祷 却很有神味 渐渐地她发现 自己学习没有进步 根本的原因是 逃避学习的痛苦 因此对圣伊纳绝来说 做好自己的本分 把功夫用对了 才是真正的祈祷 我可以做做好复原则 我可以做好复原则 做好奇功夫要